新加坡网络安全局将与科技巨头、微软和谷歌合作 应对网络安全危机 同时加强我国的网络防卫 我国也将在明年3月推出新的网安相关课程 以满足全球对网络培训的需求 为了支持新课程的设立 我国早前承诺投入3000万元提升网络能力的资金 将在延长3年 副总理王瑞杰是在新加坡国际网络周的开幕礼上 宣布新加坡网络领导力与校友计划的设立 新计划包括三个级别的网络课程 分别基础、执行和高级 探讨网络政策、威胁、法律等方面的课题 课程开放给所有国家的参与者 此外新加坡网络安全局 也将分别与微软和谷歌展开合作 确保网络安全 王瑞杰也说 公共与私人领域合作才能制造双赢方案 并取得更好的成果 王瑞杰也示范 立面